美国联邦调查局从特朗普私人住所海湖庄园展开突袭搜查并缴获11套机密文件后 特朗普声称他的前任奥巴马卸任总统后也带走了一批机密文件 在11日的铁文中 特朗普说奥巴马从白宫带走了3000万页文件 他还质问这些文件究竟去哪了 12日 特朗普在铁文中重申了这一说法 并指责奥巴马拿走了与核武器有关的机密文件 12日 美国国家档案馆发布声明回应了特朗普的说法 称奥巴马离任后 该机构在法律上和物理上独家保管了他的总统文件 奥巴马现在已经无法掌控这些文件 根据美联邦法院当地时间12日下午公布的搜查令和搜查物品清单 美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特朗普涉嫌的违反间谍法 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非法处理政府文件三项联邦罪名 因此对其佛罗里达州私人住所海湖庄园展开了突袭搜查 报道称 不过特朗普被定罪将面临牢狱之灾 对